我们刚才也讲到像美国通用公司的前CEO 麦克威尔奇还有微软的先人CEO 鲍尔默 他们都是从产品经理一直逐步逐步成长为公司的CEO的 那我们来看看产品经理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成为公司的主要负责人的 这个叫做产品经理的升级之路 在很多公司啊 我们现在的互联网公司里 产品经理这一职都是由最开始的啊 产品助理这个职位开始做起的 就是他可能主要的工作内容是负责协助我们的产品经理 去做好数据分析 去做好需求提取啊 去推进项目 就是配合产品经理进行这个产品的工作啊 当产品经产品助理的这个工作经历和经验 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他可以升为产品经理 那就是负责某一个产品的具体的产品工作 某一个产品的产品工作啊 产品经理需要考虑 刚才也提到了需要方方面面的能力啊 与各方面各方面各个团队的资源进行协调和工作啊 当这方面的工作能力比如说积累的三年左右的工作经验啊 他就有可能去成为高级产品经理啊 向更高的一个台阶迈进啊 这个时候可能会同时并行的肩负几个产品的设计和市场推广工作 这就是又上了一个台阶 高级产品经理 那需要处理的内容 工作内容和工作的复杂程度 肯定会要去高于产品经理 在很多公司都会有这样的职位啊 高级产品经理 他当然是基于一步一步这样 之前的产品助理产品经理 一步一步升职而来的 再往后 高级产品经理 会去成为产品总监 这个时候产品总监会负责一系列的产品工作 产品体系啊 比如说在百度公司就会有产品总监这样的工作职位啊 他会负责比如说商业产品体系 商业产品体系 还会有产品总监会去负责用户产品体系啊 比如说商业产品体系 下面又会去细分出 比如说百度的搜索推广 百度的网盟推广 百度统计 等等 一系列的商业产品 而用户产品一端 还会再进一步细分 比如说地图 地图系产品啊 就是围绕地图这个平台的一系列产品啊 比如说社区类产品体系啊 比如说贴吧啊 这一系列的社区类的产品 还有知识类的 比如说百度百科 百度知道 百度文库 这一系列产品 统一归为知识类系产品体系 产品总监下的这个管辖 产品总监再向上发展 再向上发展 他可以去成为某一个产品的创业者 或者是成为某个公司的CEO 某个公司的CEO 那创业者或者CEO 他可能需要去开拓新的产品 开拓新的产品啊 那这个时候他职位啊 可能是CEO 但其实他作为新的产品的时候 做新的产品的时候 他这时候的工作内容 又变回了产品经理这样的角色啊 这样的角色 所以这是一个不断成长向上的一个过程 啊 伴随着产品经理的水平和能力 以及视野的不断成长 他往往会去开拓新的产品 开拓新的市场 但是工作的这个方式和内容 相对来说还是保持一致的啊 这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 这个就作为产品PM的生计之路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来看起来 这个方式和内容 不要再来这个方式和内容